吴子虚 念你是先王之臣 赐连鼠漏线 自裁 吴子虚做梦也没想到 他一个楚国人却成了吴国最后的忠臣 他全心全意扶走的君王夫差要将他赐死 吴子虚从不畏惧死亡 但他却不能死 因为比他更能隐忍的月王勾剑 还在立兵木马准备卷土重来 以夫差刚毕自用的性格压根不可能是勾剑的对手 他不想先王河驴创下的姬夜王于夫差手中 先王河驴的临终遗言一直在他脑海中徘徊 吴上青 寡人死后你还能助我吗 想着昔日对于先王河驴脱钩的允木 又想起昔日先王对他的治愈之恩 如今只能眼睁睁看着先王创下的霸业腹之东流 吴子虚的心头涌上了一股从未有过的负罪感 可夫差压根不想给吴子虚存活的几乎 他不想再听到吴子虚这个腹毒机喋喋不休 在夫差的多次强迫之下 吴子虚最终还是心灰意冷决定去面对这一切 愤恨之余只好留下一言 在老臣死后将老臣的双目挖出 挂在城门上 我要亲眼看着 勾剑带兵杀进河驴城 人世间最痛苦的是莫过于明白人看着糊涂人做错事却无可奈何 吴子虚就这样被夫差赐死 回顾吴子虚的一生可以说为了复仇而生也为了复仇而死 他的前半生在为家人报仇血分 后半生又为对他有知欲之恩的和驴复仇却以失败告状 作为楚国人的他却成了吴国最后的忠臣 也许这就是侍卫之急者死的体现 吴子虚就算死了也一直受到吴国百姓以及苏州人的怀念 人们把他修建的运河称为虚将 把他的抛尸地称为虚口 附近的小山称为虚山 其他地方过的端午节是纪念屈原 而只有苏州人过的端午节是纪念吴子虚的 吴子虚死后不久 夫差急于北上黄池与晋国争霸 却忽视了后方越国潜在的威胁 螳螂捕缠黄雀在后 越王勾剑也趁此机会偷袭吴国 由于吴国精锐北上使得首都孤苏城很快被攻击 等夫差长途跋涉回来 士族疲惫已经无力和越国作战 夫差还幻想着越王勾剑会念及当年的恩情 能给他一个求饶的机会 然而卧心长胆十多年的越王勾剑长便时间冷满 绝不会学习夫差随意给对手机会 直到此刻夫差才后悔不听吴子虚的劝告 无言再见吴子虚的他只有一个请求就是遮面而死 回顾历史大家都在骂夫差优柔寡断亡国 却很少有人指责越王勾剑不讲武德 当时虽然处于春秋末期 但随意杀一个国君或者灭国都会受到指责 也许只有越王勾剑这种无情无义之人 才能成为春秋最后一位霸主 对于奸臣薄匹 勾剑直接将之杀死为他的神骄知己吴子虚报仇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在乎更不会在乎别人 他的阴暗面暴露无遗 开始对功臣们下手 范里早就看出勾剑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 因此灭无之后就离之而去化名桃朱公 善于经商的他很快就成为当时的首富 而贪恋权力的文种则是被勾剑鸟尽攻藏 有位信义且讲三国的人说勾剑最不是东西 你觉得如何评价夫差和勾剑两难